好了 就这些吧 谢谢啊 好 稍等 你这每一次出烫筛 都会闹肚子 今天吃点清淡的吧 我出差几天 你怎么就把定金给交了呢 就不能等我回来 商量商量吗 我不是给你打电话 商量了吗 我说等我回来再说 你是没有看到 楼盘营销中心的那些人 这是学区房 大家都想要小户型 等你回来再决定 八十五平的那个户型 早就卖完了 再大一点就是一百二的 咱们家就买不起了 你 你完了 把那钱都归拢一下 就那八十五的 咱也买不起呀 攒了一辈子钱 眼见着就要退休养老了 你非要买这么个房子 以后还怎么过 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 再说咱们俩的工资 加起来也不低了 退休了有退休金吗 我都五十多的人呢 万一得大病了 要是我得了癌症怎么办 呸呸呸 不可能 咱俩身体都这么好 再说每年单位都会组织体检 要是你我 谁出了意外呢 齐国庆 你没完了是吧 咱们就月亮这一个女儿 你是舍不得还怎么了 那也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吧 爸 妈 妈 咱们家现在住的房子一百四十多平 那够住了 我真不需要房子 那你结婚了呢 还能跟我们住在一块吗 以后月亮结婚 有男方买房子 咱们把女儿培养得这么好了 还要买套房子做嫁妆啊 你看你这老思想 这不是什么嫁妆 女孩子手里一定要有套房子 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有底 再说了 这是婚前财产 你懂不懂 不可能是嫁妆 妈 我真的不需要 用你们养老的钱 给我买房子 我这样压力会很大 你有什么压力 妈妈现在就在解决 你人生中最大的压力 你就是 是 就像月亮说的 把定金转让了 反正小户型学习房好转 齐国庆 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是吧 金玉香 这家里大事小事 只要你高兴怎么着都行 但这件事 倾家荡产买房子 不行 那我也告诉你 这房子我买定了 如果你不想买 那咱们就离婚分家 这房子我必须买 爸 你别生气我 我妈胡说的 爸 如果你非要买 那就离 爸 爸 别管他 管他他 坐下 翘不说 爸爸也就那么回事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对子女好的 只有当妈的 妈 你说话太过分了 不管怎么样 不能张口闭口 就提离婚 我跟他过了一辈子了 我还不知道他 他想跟我离婚 好啊 只要他真想离 我随时跟他去明证局 谢谢 谢谢 行了 菜也来了 咱们吃咱们的 你爸说的话别当真 还有妈妈 对了 你的户口业呢 我忘了 你说你这个脑子 你能干点什么 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我还要去 妈 吃这个 还是女儿好吧 这女儿是爸妈的小明啊 她就知道你爱吃这个 妈 你也多吃点 下午还要上班呢 老刘来电话了 说啊 咱们灿灿昨天上班啊 那博物馆没有结婚的小伙子 高兴坏了 说下半年还要拍宣传片 让灿灿出镜 做门面 你穿这身制服 挺好看的 就工作服 你把这身衣服穿牢固了 今年呢 可能来不及了 明年啊 争取更好 考却市里的公务员 这样你们管理也愿意要你啊 我考虑一下 我之前学习就不太好 我不知道现在 还能不能肯着动书本 你原来学习不好啊 是因为拍广告 拍电视 电影啊 耽误了 你脑子好用 寄东西快 这些死精被的东西 你肯定行 是啊 咱们呀 不一定非要做明星 再说之前 你已经给家里 赚了两套房了 车咱们也买了 存款呢 也有一点 我和你爸呀 开个小超市 赚得够我们花 也算是你让我们 过上好日子了 咱们家呀 没着大富大贵的命 这样挺好 挺好 挺好 知足了 你现在这样 我也就放心了 回头有人要是问我 你女儿在干什么 你妈这腰杆子 也能挺直了 还少说两句 让澹澹吃饭 下怀上班呢 那么巧 孙年妈妈 你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你搞什么 我姑娘还没结婚呢 什么妈妈不妈妈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她跟我一个认识的人特别像 认错人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妈 你别生气了 我店都关了 好了 好了 我疯了 以后啊 咱们重新开始 听妈的 以后我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好好好 好 以后我跟你爸 就看你表现了 好好好 吃吧 吃吧 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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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